第六十八课 爱内没有愿由 这句话呢 也是有前提的 我们可以在第六十六课的 第六段第一句当中 找到这个前提 上主只会赐我幸福 第六十六课的分享当中 我们已经论证了这个前提 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上主只会赐我幸福 所以爱内没有愿由 如果说还心怀愿由的话 那么肯定是从一元滑落了 掉入了二元的幻觉 放不下愿由 就表示我已经忘却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把自己等同于一具身体了 然后我们看到 第一段的第四句 这句话稍微解释一下 放不下愿由 表示你让小我 掌控了自己的心灵 并为身体宣判了死刑 这句话读起来有点怪 可能是翻译上面的问题 也可能是 外语 外国同胞表达起来的 这个表达方式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 当小我掌控了自己心灵的时候 我们就会死去 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 而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小我掌控了自己的心灵的时候 由于它是 这一切都在 框架之中 在条件之中 在逻辑之中运行 那么它就进入了 承住坏空 它就有承住坏空的特点 也就是说 身体 不再是 我们如果相信自己是一句身体的话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 不生不灭的这种属性 而是说会生老病死的 而是说会承住坏空的 这句话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 我一旦被小我掌控心灵之后 立即就会死去 不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第一句 你一旦背弃了自己的自性 那依旧意识到自己 孝似造物主的自性 就好似昏睡过去了 而那在睡梦里 编织幻境的另一部分心灵 就会装出一副清醒的模样 这句话很有点意思 他所说的呢 就是小我会装出一副清醒的样子 真正的我却睡着了 小我当道了 小我当道有什么效果呢 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哪怕是修行人 走身心灵道路的 渴望走解脱道的这一批 修行人 都有可能掉入什么样的情况 都有可能说 不是从梦中醒来 而是梦见自己醒来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两句话的差别 从梦中醒来 说明我是真的清醒了 认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出离了 出离这个幻境回到回家了 回到源头了 但是梦见自己醒来 是什么东西 我把修行作为我的故事情节 把修行作为我的游戏 然后呢 我在这个游戏当中 梦见我醒来了 其实呢 我根本就没有醒 我从一个游戏 到另一个游戏 我卸下一副枷锁 走 就是再装上另一副枷锁 变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大家 可以保持警醒 睡梦里编织幻境的 另一部分心灵 装出一副清醒模样的时候 很容易就被它带跑了 接下来看到第二段的第四句和第五句 因为放不下怨游的人 已否认了自己是出自爱的创造 在他充满怨恨的梦中 造物主显得可怕万分 第五句又说到 有谁会梦到怨恨 而不害怕上主的呢 这要看起来有点怪 不知道哪 理解起来不太顺流 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如果我们还抱着怨游不放 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 我否认了 我是由上主界定的 我自以为分裂成功了 自己出来 自己界定自己 自以为 我取代了父的角色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面 造物主才显得可怕万分 父才显得可怕万分 因为相当于什么 我把父亲废了 我来做爸爸 我来做父亲 因此第五句才会说 有谁梦到怨恨 而不害怕上主的呢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自以为犯下了 弥天大错 自以为分裂成功了 还有的老师 可能用比喻的方式 会这样讲 就是说 潜意识当中 我们自以为 是把上主杀掉了 所以 特别的惊恐万分 才会逃到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不要被 这个故事情节带跑 不要被这拟人话的说法 带跑 我们只要知道 是我们否定了源头 而自立为王 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恐惧 对源头的恐惧 对上主的恐惧 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第三段的第一句 凡是心怀愿由的人 必会按照自己的模样 来界定上主 一如上主 会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人 且把他们界定成 如同他自身一样 这种界定都是怎么来的 都是按照自己的脑回路来 所以上主 会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人 那哪一天 哪一天轮到我们来造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或者轮到我们来 揣度上主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自己的脑回路 来揣度上主 我们揣度不出别的 我们一定在自己的套路里面 在自己的程序设定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 思议上主 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 什么境界 我们只能把造物主想成 跟自己是一样的 这个呢 在第一段的第七句当中 也讲述了 我自认为自己是什么 就会相信他也成了什么 没有一个人 不把他的造物主 想象成和自己一样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多少这个 演绎也好 神话传说也好 我们都会看到 这个故事情节当中 那些神仙呀 感觉这个 只是能力 能量特别大 能力特别强 但是那我执呢 一点都不比我们少 是大好的小我 地上 有九子夺迪 天上竟然也有 地上有宫斗 天上竟然也有 演出的都是同一幕 因为我们其实根本就揣度不了 真正的所谓的神 真正的所谓的源头 是个什么境界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 在这个故事性当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 大家都说是神造了人 那我们写下的这个 故事情节当中 我们写下的论述当中 到底是人在造神 还是神在造人 人写下来的东西 都是按照人的套路 在界定神 最后这个神 也就是一个大号的人 第五段 《尝试练习》当中提到 有一部分人 对某些人的耿耿于怀 或许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找得到的 但有一些呢 可能藏得稍微深一点 比如说对自己喜欢 甚至心爱的人 所怀的小小节敌 这小小节敌呢 被小我之爱掩盖了 当它符合我的 某种认定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特殊之爱 甚至于就是咱们说的 那言情片里头 爱得死去活来 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这个情况一转变 时空一变化 不再符合我的认定了 这个时候攻击念头 也是最强烈的 如果我们对自己 足够诚实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跟最亲近的人之间 最心爱的人之间 所怀的芥蒂 恐怕还不止 那么小小的一点点 本来 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 报应形式 第二十二课 讲到过的 然后我们也解释过 这个报应 不是要遭报应 那个报应 它只是说是一个 显向 而放下我的攻击念头 就有可能向眼前的世界 脱身 所以经由这种练习 来尝试一点成功的滋味 经验一下 没有愿由的感受 那么 往后这种宽恕的愿心 就比较容易出来 奇迹课程有两句话 一句叫幻觉没层次 甭管它看上去 多大多小 谁先谁后 幻觉就是幻觉 屏幕上所成的像 只要投影员关闭 所成的像 就不再出现了 这叫幻觉没层次 还有一句 叫做 奇迹没有难以之分 也就是说宽恕 没有难以之分 感受层面可能会觉得 哇这功课好大 我真的宽恕不动 我宽恕了半天 我宽恕了好几个月 很难啊 那个好像 这个我牵动的比较少 好像简单一点似的 但其实呢 只是感受层面的差异 从像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没有差异的 在投影员修正的难度 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也举过例子 一体运作的时候 这个表盘 我要它停下来 似乎这个方法 会比那个方法难 那个方法 好像比这个 稍微简单一点 我擅长这个 我不擅长那个 但那只是一种感觉 要这个表盘停下来 这表盘停下来的难度系数 已经定下了 没有难以之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再回到第四段 是不是甘愿放下自己的愿由 第四段 第三句说了 其实 纯粹看你的动机如何 这就说白了 只看你是不是愿意宽恕 宽恕本身 没有大小难以之分 奇迹本身 没有大小难以之分 幻觉本身 没有层次 大小深浅之分 端看 我是不是有这个愿心 愿意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看到 各个全然允许练习 第104课 歇之菩提的第一天 歇就是安息 歇就是不作为 狂心顿歇 这个就是无修而修 不作为 这种不作为 不是说我们形式上躺着 天天什么都不能干 而说我的心法层次 到此为止 这种不作为 是不在前面的链条上 再多加一 再多加一截 比如说我评判 自己的评判 那就是说 我在这个流程当中 在这个程序当中 又走了一遍 使得这个业织铁锁 又多了一截 那就没有必要了 当场选择不作为 当场狂心顿歇 即可 接下来 这个练习还提到 我用完美的灵性理由 来终止一个愤怒 一个悲伤 一个抗拒 这是造作 这是虚伪的完美 如果它本身就是完美的 我需要终止什么呢 所以 没有一个 真正的 境遇 是我们需要去终止的 我们要终止的 不外乎 那一份对抗 对抗就是排斥 而排斥 我们排斥什么 我们把什么东西 甩到心石本体之外 向上就出来什么 排斥是新的轮回的开始 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 明天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